我們要跟阿中部長說 我們有做好防疫喔 因為我們有1.5公尺的距離 跟大哥說好 我們這樣就可以不用戴口罩 大哥我剛剛提到說 你提到風險的部分 你在Facebook上面有提到 危機就是轉機 就是機會 有時候風險跟機會是伴隨而來的 所以像你這一次在228的時候 我看你的臉書有提到 大哥你覺得即將要下跌了 那你那時候做了什麼 那你怎麼判斷說 這一段會跌下來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說 在228之前等於說 一月底 一月底來講因為中國的疫情 中國疫情 在我們很濃历過年的時候 其實台股也這種時候 然後那個香港跟中國的股票都是種種 對就是二月都開發 因為當時是只有中國有疫情 那到二月底之後來講 其實就不一樣了 就例如說像義大利 還有日本就開始有這個疫情 那美國也開始有少量的這個疫情 那當時我就再想一個問題 那這個義大利 而且尤其是義大利的疫情 它的速度很快 那我就想為什麼義大利會爆發這麼快 然後後來他們去看很多的報導 就因為他們的生活習慣的關係 跟我不一樣 對 例如說他們是不戴口罩 對 然後還有他們的那個 人跟人的那個打炸呼的方式 也不一樣 對 那這樣子來講的話 這個疫情擴散其實說 幾乎可能是無法避免的 那再來看美國 美國也是一樣的 那如果萬一美國疫情是一樣 那這個全球性的股票的大跌 等於說就變成是病染的 所以你那時候是看到這個疫情的變化 可能是一個很難再控制 可能控制不了會一直擴散的狀態 對 所以你那時候 大哥你做了什麼 你放空嗎 還是你賣股票呢 其實我有考慮到賣股票 可是又考慮到說賣了之後 但這個到底會跌什麼股票 或者說全部跌 那會跌到哪裡 跌了哪一天 對 對 那後來我想一想 那用最簡單的方式 我就去那個 放空那個SMP 用SMP 來去等值的方式 來去做這個 對我的部位做避險 所以 大哥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的部位是 1000萬美金的多單 那你就避險 1000萬美金的空單 對 那為什麼你選的是SMP 因為SMP就是說 它是500種股票 所以它的這個 跟股票的關聯度會比較高 那當時也有考慮到道琼 但道琼因為它只有三四大 三四大 對這個來講 可能有時候會 會落差會比較大 對 那剛剛是不是因為 你主要的持股在美股 所以你選擇用美股來避險 你也有其他部位啊 就是其他 比如說落股或台股呢 嗯 當時我的考量是 這個疫情是全球性的 那股票一旦跌來講 如果當美國是 美國下跌的話 那一定是全球的 它的影響會比較高 所以反而是 從它的核心美股這邊 來做避險 會是比較適當的 喔 那因為你有提到說 在這一波裡面 其實你都是滿持股 那我有個問題喔 如果你今天是滿持股的話 你怎麼還有資金去做避險呢 這可能跟 賬戶的使用方式不一樣 像我的賬戶 我是用銀透證券 那我的賬戶是 我的手上的持股是可以當保證金 我的資產是可以當保證金 所以我在做這個 SMP避險的時候 是不用保證金 是零保證金 就不用再從口袋裡拿出錢 來做避險 對 而且反而還有一個好處 我的風險係數是下降的 因為我避險的時候 風險係數下降 因為一多一空 對 所以你風險反而是下降 對風險下降來講 反而是當我要做槓桿的時候 我可以用更多的錢 可以使用更多的錢 反而可以放出更多的錢來使用 對 可是大哥你這個方法 在台股不能用 對不對 因為我們的期貨帳戶是分開的 目前我們台灣的話 正確帳戶跟期貨帳戶是分開的 所以我們沒辦法這樣使用 那可以當時 如果當下我可以拿台股的 去 那個 押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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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直接的方式 然後拿出一點錢來做避險 對 台股大概只能用這樣子的方式 嗯 那大哥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剛剛有提到說 你都在看那個產業對不對 那你現在 在 現在這種 氛圍大家都搞不清楚 要上場下跌的時候 你怎麼看 5G概念股還可以投資嗎 你還看好嗎 那他受惠的 有哪一些股票 像我這兩三年 我一直在著重在研究這一部分 5G到底影響有多大 還有哪一些公司是真正受惠的 那像 我這幾年 這兩三年這樣 看下來 整個的一個 從3G4G的變化 一直到5G 我發覺就是說 因為5G的話 它的應用層面比3G4G 是廣 是幾十倍的更廣 那由於像現在 因為這一次的疫情 很多的公司 都很著重在雲端這一部分 那雲端這一部分來講 等於說 等於是5G的應用 就是雲端 這是最受惠的 等於5G就是物聯網 那物聯網 使用的一個 最需要就是一個雲端的服務 那雲端的服務來講 目前全球最大的就是 阿瑪隆 阿瑪隆是全球最大的 那第二大的是微軟 那再來就是阿里巴巴 那亞洲最大的就是阿里巴巴 那所以我的持股裡面 最重的就是 亞馬遜跟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對就這兩檔 所以現在這是你的最主要核心的持股 對 那台灣有沒有類似 受惠的股票 台灣類似受惠的股票 也是有 只是說 它的影響 是不是能這麼持續 就不知道 像我最近看的就是 像富邦媒體 某某國務 因為它有那個電視的平台 還有一個網購的平台 其實目前如果從股價來看 其實從疫情發生到現在 它股價是長倍數的 沒跌反而長 對是很可觀 那其實它的業績 在今年第一季 也是成長相當可觀的 等於是業績有跟上來 可是像大哥 還有它有一些競爭對手 譬如說網家 你覺得它沒有富邦媒好 這個最大的差別在於就是說 富邦媒它多了一個電視購物這一塊 目前台面上電視購物只有三家 富邦媒目前等於是它的生意是最穩的 它的量是最大的 對 然後還有你有提到它的電視台的部分 對 所以它的資源會更廣一點 對 那因為有很多人都提到說 這一波電子商務起來 一些配送 後運 什麼大廊後運 或者是載配通 應該也會跟著受惠 大哥你怎麼看 他們是會受惠 但是受惠的成分 幅度 非常的低 因為它主要是 畢竟它是物流的 它主要物流 它送或是靠人 人的話 還有車 還有油錢 對 你這個就會有限制的 你沒辦法說一個 像他們如果說像 阿瑪隆阿里巴巴 他們是平台的 它不用增加多少成本 業績就可以了 30% 50% 甚至倍數的 它多賣100個 都同樣一個平台這樣 對它倆成本增加不了多少 但是你配送就不一樣了 你量倍數 你仍然要增加 就是苦工就對了 對 所以它的毛利會比較低一點 對 所以它的收惠的 會來的比較小一點 所以它可複製性 如果它的營業規模擴大 基本要跟你增加 對 所以它的獲利的空間 就會相對沒有像 阿瑪隆跟阿里巴巴來的好 對沒錯 所以你會比較看好 所以5G概念股裡面 你最看好的就是電子商務的 亞馬遜跟阿里巴巴嗎 其實它重點不是在電子 重點在雲端這一部分 雲端的服務 雲端的服務 對 這才是真正的重點 那這一波 除了下跌之外 它其實看起來也是一級收的一位 大哥你昨天 不是聽說有再加碼了一點 亞馬遜嗎 對 因為昨天 美股剛開盤的時候 跌了五六百點 對 那亞馬遜一開盤 就一直往上走 慢慢走 而且離高點越來越近 所以想說 那表示說 它可能這個 整個它會帶領整個大盤法 往這個創新高的方向 而且它也即將公佈第一季的業績了 那你目前來看是想得很好 對 因為大家都買口罩 因為上個月來講 它就增加了十幾萬人 現在不夠它還要再增加 它還要再增加員工對不對 對 對 所以業績非常好 對 等於比方說它這個業績這一部分 而且 它這個市場 它現在這個一日配的部分 等於它這個佔據市場 是會很可怕的 對 因為像這一波這個S&P 這樣下來 其實它根本就還沒有回到一半吧 對 然後可是亞馬遜是即將創新高 對 差一點點而已 所以是相對非常的強 好像在這一波產業趨勢 是對的趨勢 對 尤其是它在雲端的這一部分 像它去年在雲端的 光雲端的獲利 就超過一百億美金 今年 預估來講 應該會可以達到一百五十億美金 以上 等於說它目前的市值 光雲端的部分 就值這個市值 對 成長非常的高 那大哥我還沒買 現在可以買嗎 可以 你覺得還是 還可以 不嫌貴就對了 不嫌貴 可是買不起怎麼辦 我可以買富邦煤嗎 其實 阿不容一股也可以買 它沒有一定要買一百股一個單位 它不用 它連一股兩股都可以買 而且台灣富委託就可以買 也不一定要像大哥去開那個 所以富委託的成本會比較高一點 對對對 好 那大哥 你是找到這麼強的產業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是怎麼樣分析 找到一個對的產業對的趨勢 你是看了哪些 你必須要看哪些資料 然後怎麼判斷 資料當然會一直看很多 例如說像 只要有對這種 雲端的這些概念股 有新的報告 那我就會去看 看人家是怎麼來看這個產業 對未來的預估狀況 還有說它的整個的競爭的狀態 還有它的整個 市占的一個變化 那這幾年這樣看下來 例如說像 大概五年前 像 那個 應該叫 像 IBM 五年前 IBM 在雲端也算還不錯 可是經過這四五年的競爭 IBM就掉到後面去了 對 包括 Google也是一樣 一直掉到後面去 等於說 一直保持一個領先 這就是 那個 阿瑪隆跟威爾 這兩個是 它是最好的 所以 我們在判斷哪個產業好 哪個產業不好的時候 除了透過大量的閱讀 你有沒有什麼新法 因為我覺得 就算我看了一堆法輪報告 或許我可能不會下跟大哥一樣的判斷 重點就是說 你在看報告的時候 你要去了解它整個上中下游的情況 哪一個部分是 它是最難進入的 哪個部分是最難進入的 對 然後它的利潤是最好的 那你從這樣 從這當中 你就可以找到說 你就知道說 投資哪個部分是最正確的 嗯 所以 如果今天它做的這個生意 是別人很難進來再做的 嗯 這個部分 它的競爭地就高了 對 例如說像 阿瑪隆它過去這幾年 可能花了1000億美金來 足齊 這個 它的 護城額嗎 對 它的網路平台 你後面的公司 就算花2000億在進來 都沒辦法打擾它這個規模 對 因為大家也使用習慣 就像說 我們過去 使用微軟的Windows一樣 你現在有一家更 就算說更好的 或者說 免費的 我們也不見得會用 你已經習慣了 所以它是一個 寡讚市場的概念 領先市場的概念 對 等於說 會有那種先搶先贏的那個 那個概念 哦 所以我們判斷 在判斷哪個產業 值得投資的時候 我們要看它的庫長盒 看它的 它被取代性 是有多難 然後看它這個經營的模式裡面 它的毛利 它的獲利 是不是可以 比較大 然後就算 就像剛剛大哥跟我們分析 那個宅配通 跟富邦煤的差別一樣 因為如果我今天要再多做一倍的生意 可是富邦煤可能不用再增加太多成分 可是宅配通 它就需要因為它固定成分太高 所以它的獲利成長的幅度就會低一點 對 也是這樣子判斷 沒錯 那這一波 下來喔 大哥 跌完了沒 還有沒有機會再跌第二隻腳讓我們進場呢 如果就資金面來看很難 很難 很難 沒有辦法再有第二隻腳讓我 因為全球性的QE 這一次的QE 跟08年比起來 資金多太多了 相對資金多太多 就是一個無限手套的概念 對 而且還有一點就是說 利率 全球的低利率 你利率太低的話 你這個資金 如果說去買債券 你如果說現在的 全球的主要國家的債券 都是1%以下 都算零年級的 那零年級 你們現在很多的股票 配息像以台積電來講就好 配息都超過3% 等於是你 配一年的台積電的配息 比這個債券是低五年 一年低五年 那你等於說你這五年台積 只要有一次創高價 你就是這個債券 會有這樣的差 就是錢太多 當然還是會來股市的意思嗎 我的看法是這樣 因為房地產來講的話 前一波的漲幅很大 而且供給量很多 等於說現在房地產幾乎沒有投資客 有的都是自住型的 那在自住型的推動下 其實這個要在大幅上漲的機率 相對會比較低 反正是股票來講的話 它是不一樣的 以股票來講的話 因為現在經過這次疫情來講 很多公司在大規模投資的機率 反正短時間會保守 那閒置的資金當然是 回到資本市場 或者說買庫長股 會都還比較刺激 所以這樣子都會讓股票上漲 對 因為我們本來在想說 你看這一波第一季大家都減少消費 因為不出門 大概會買了就口罩 酒精而已 很多東西都會收 有些餐廳也收了 對 那這樣子企業像航空 觀光 就是很多企業它是不好的 或是 然後之前又受到那個停工的影響 那接下來財報不是會不好嗎 不是會有一堆壞消息嗎 這是必然的嘛 所以說 但是不是每個產業都受影響 對 像有些 像最近來講 像香港還有中國 有一些公司陸續公佈財報 有一些產業不受影響 它那個股價馬上就馬上反應 對 就一二十%就漲上去了 包括美國也是一樣 像那個內飛也是一樣 他目前都預期他的財報為了 他離高點也是很接近的 所以我剛剛大哥問你的問題是說 怎麼判斷底部 那你的答案是跟我的 意思就是現在就底部了嗎 應該說底部已經過去了 已經過了 已經過了 已經沒有底部沒有第二隻腳的機會了 幾乎現階段幾乎是不可能 你說大跌的機率 大跌的空間小了 對 除非說你有比這個疫情更大的利空 對 除非是更大的一萬 那才有可能 不然的話 已經不會 因為賣掉的人已經賣不回來了 對 現在問題是賣掉都買不回來 那怎麼辦 市場錢就是這麼多 所以說 等於是 好的股票它是底部一直墊上 一直墊上去 那這一個部分如果 我現在沒有買滿的人 那我要怎麼控管資金 我現在就買滿嗎 你的資金要如何控管 看抗壓性 如果說你的抗壓性夠的話 你這時候買滿會比後面 一兩個月後來看 你這個時候會是對的決定 因為後面只會更高階而已 所以 大哥你覺得 有沒有記憶這個行情 這樣看起來就是一個V型反轉嗎 應該也 應該說近視V型啦 但是不是完全 不是所有的產業都能上來 對 因為這個有些產業它會弱 例如說像 航空業 這個半年內 要復甦 逼不出來 對 像如果說消費型 它只是低延 例如說像 一些像 包括手機這一方面 它可能短時間 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可能 這個消費暫停 可是這個 如果好 疫情如果結束了 對 潛伏性的買單還是在 因為畢竟這個換季還是在 因為5G來講 它現在剛好 剛好是下半年 明年 這個都是一個大發展 反正相關的這些來講 反正是一個好的進場點 而且 大哥那個同學有留言說 你之前做期貨的時候 你是怎麼判斷進出 你用什麼指標 還是直覺 天生的我們學不來 其實70%上是直覺 就是盤感的意思嗎 對 就是慣性 因為它 它是一個會有一個慣性 你是說那個 股價會有慣性嗎 對 畢竟就是這一群投資人 它會有一個慣性 這個慣性來講 短時間它不會改變 但是會所有的時間 它會慢慢改變 像後來台股增加了一些 當沖 因為我們可以當沖 當沖的比例變高了 這個市場的操作方法 是可能也會改變 對 開盤的前十分鐘 開盤這十分鐘 前面十分鐘 跟縮盤減十分鐘 影響會比較大 會有當沖的影響會比較大 那怎麼培養盤感 這個就 需要一直在場上每天的練習 通常要一直在當中 這個就像說 其實有點類似舞步一樣 你跳習慣了 那個跟你的對手習慣 你就大概知道 對手有一個動作 你大概知道他要做什麼動作 對 會有一個基本的慣性 那大哥這個問題就來了 我們要怎麼樣做練基本舞步 我們要先看書嗎 還是我們應該就直接先拿錢 進來市場跟市場練習 我們一剛開始要怎麼辦 我是因為在市場練習出來的 至於說看書或者說去上課 有沒有用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就像你的期貨就是從市場上練出來的 對 市場每一天就像你剛剛說的跳舞 就每一天跟他一交易 對 像我以前在做期貨 我是從開盤做到手盤 哇 對 不是說開盤是熱區嗎 後面就可以休息了 沒有我是一直在交易的 那是因為 是因為都有機會 還是因為他應該要增加你的練習量 嗯 應該說我是要保持對盤的這個感覺 要保持對 只是說差別在於說 不會大小的差別 例如說可能 我比較把握的時候可能量會比較大 比較沒把握的時候量會比較少一點 透過資金控管的方式來增加 增加 也是一直持續在市場上練習 對 因為有些必要成本還是需要的 嗯 然後有網友問說 那我們每一天收盤後 大哥你會做功課嗎 有需要做功課嗎 嗯 長線還是短線 完全不一樣 我們跟兩個人來問 期貨需要做功課嗎 然後長線需要嗎 期貨來講的話 就比較短線 那短線來講 重點還是在於說 要去檢討 你自己的每一次的交易的 你當時 想的什麼 你做錯了什麼 對 檢討就對了 那對的其實就過了 你要檢討錯誤的地方 例如說你在哪一個時間點裡看到了什麼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的時候 你做了那個動作 是對還是錯 那錯的東西 你就要去檢討說 喔哇 因為怎麼樣我是錯的 你要去記住那個錯的因子 喔了解 那你慢慢自然而然 你以後的錯的機率就會慢慢會降低 所以盤後我們要做的是檢討日子 對 那如果是長線呢 那長線來講 長線盤後是看一個價跟量 還有一個就是說 看一些法人的研究報告 還有公司的一些 一些法收會 還有他的業績狀況 對他的財務狀況之類的 就是看這部分 完全是不一樣的 那有一個朋友問說 那資訊這麼多 我要看哪一些才對 怎麼樣篩選他 還是我通通都看 我報紙也看 反而報告也看 大量閱讀才是重要的 還是我應該要篩選呢 一開始還是要大量閱讀 那慢慢來講的話 例如說像投資報告 你慢慢其實你看久了 你就會發現哪一些 哪些人寫的好嗎 對 哪些人偷看 對 大量閱讀之後 就可以看出這個報告的功力 報告者的功力 其實我們看報告 不只看內容 還要看作者是哪一些人 你要去記住 哪些人他寫的什麼 那你要似乎去認證 等於說我們要對這些寫報告 我們要給他們評分 評分比較優等 以後他們報告我們就 比較關注度就比較高一點 對 他說都是隨便寫的 那一次兩次就可以把他放棄了 好瞭解 他還有一個網友問說 大哥可以請教你現在的每日作息嗎 作息 一樣 大概 幾點 十一點 就上床睡覺 從睡覺開始講 好 其中大概就是說 大概七點這左右 那七點多久 要開始準備要開盤的工作的事情嗎 對我會先看美股的收盤 還有盤後狀況 收盤還有美股 先看美股的收盤跟盤後 就收盤跟盤後 小到窮 對 然後呢 然後再來就是說看 當然是一些財經報告也是要看 報紙報告 對 然後 八點四十五準備期貨開盤 期貨開盤我不關心 你不看了 因為你現在不做期貨了 對 現在做的是長線 對 那所以就是等著開盤就好了 對 然後做 他們想要問一下說 那大哥現在的交易頻率怎麼樣 其實很低 做長線之後其實不需要 長長的買跟賣 對 那 不像以前期貨 是要從第一分鐘做到最後一分鐘 對 概念是不一樣的 嗯 那還有我想問一下喔 因為大哥這麼成功 那我們旁邊的人喔 都無法複製 有一個網友留言說 你的那本書是聖經 就是一個什麼史詩 還有那個就是傳奇這樣 那我覺得我們好難複製喔 那我很想問一下大哥 所以交易呢 是天生的還是我們透過努力 也能夠達到一點的成果 嗯 努力當然可以一點成果 但是大概有一半以上 大概五六十%是天生的 例如說每個人的那個 怎麼講 執行力 其實重點在執行力 喔執行力 對 當你看到這個現象的時候 你敢不敢執行 因為很多人都會 因為 畢竟一執行就會有 輸贏的問題 對 那你越在意錢 其實你越賺不到錢 然後猶豫再決結果 對那你就反而就錯過了 對很容易就錯過 因為畢竟一個好的買點 可能都是只一瞬間 例如說像台股那個八千 那個只有那一天而已 那一天那一下子 不是 當天大家都很害怕的時候 對啊 隔天怎麼知道 隔天就大漲了 當天沒有想到 誰也都沒有想到隔天會大漲 然後大漲之後又不敢追了 對 然後就錯過 然後現在 等下一次的回答 結果就一去不回頭了 對 所以我就想說 我一直要等第二隻腳 但等不到 可是市場就是這樣 當大家都在等待的時候 他不會來 那真的來就破底了 對啊 那破底怎麼辦 破底怎麼辦 破底在加碼 不一定 因為每一次的狀況都不太一樣 對 現場有幾位來賓 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的 我們這一次直播幾個大哥的好朋友來 有沒有什麼沒有問到的 我幫網友問 請問你就是 剛剛跟現在吃過的水味一樣 我吃過水我一直都是滿檔 永遠滿持股 對 都滿大百分百的 百分百 那這一波下來的 中間就是用起貨 S&P去避險 對 然後去降 等於是降部位的概念 對 可以這樣講 對 那會用起貨去做到進口感這樣 沒有 也沒有 也沒有 就是降到部位進充敲之後 是怎樣 對 那請問就是什麼現象 會讓你想要調整這個百分之百的 其實我在FB上面 大概前幾天我就說已經全部都 讓他的避險單都已經沒有了 對 因為美股前幾天不是有一天漲7點多% 對 那就已經整個改變了 所以我用第一點前來 我用驚奇這兩個字 等於說 驚奇對 那一天的大漲就改變了整個趨勢 等於說 再破探底的機會已經沒有了 嗯 因為那天的利空並不大 但是是全球的都大漲 不是只有美國 是全球都大漲 那就是 等於說 太多人急著要進場 只要稍微一點點 例如說 當時好像是義大利的那個 疫情 有那個死亡率 只要是減少 就是新增的數字好像少了一點 對 那川普又講一些 未來比較樂觀的話 整個市場就 錢就進來了 就錢大量就進去了 所以大哥已經在那一天 把避險空單是截掉了 所以現在手上是進空單 而且是 進多單 進多單 是滿的進多單 對 了解 還有沒有 請問一下 就是大家常常在講 12345 還有ABC波這種 技術面的 波浪 研究的那種 您的看法 這方面我研究比較少 可是我個人會覺得說 好像每一次的狀況都不太一樣 但每一次都不太一樣 很難說哪一次會是最標準的 就我的經驗 就沒有標準 對 畢竟這個市場它 而且主要是這一次最不一樣 就是說資金面 因為美國降息的速度太快 然後全球撒錢的速度也太快 然後全球撒錢的速度也太快 那個歐洲 日本 美國 中國 甚至台灣也是一樣 都是大量在撒錢的 這個 等於是都超乎預期了 等於讓這個整個疫情的衝擊 就整個充斷掉了 所以 還有個網友問說 大哥你的期貨 遲單的時間 多久算長 多久算短 以前 他在問的是 以前大哥在做的超過期貨 期貨的話 三天以上就算長了 畢竟期貨是槓桿背數 要的是效率 對 周轉的效率 太長了 那當然或許說 時空背景不一樣 因為現階段的話 大哥現在比較少做期貨 你現在已經從期貨 轉來比較長期的投資 那大哥 今天有跟我們分享說 你在美股看好的是 亞馬遜 對不對 那你在 陸股 港股 你有買阿里巴巴 對不對 那你現在還有看好哪些市場 台股 你還有在投資嗎 台股 佔我的比例 非常的低 現在是很低了 目前來講的話 看看全球的市場之後 我發覺是 中國市場 對 A股是最好操作的 它的波動是最大的 其實如果說要做短線 縣股短線 其實A股是最容易賺錢的 你A股的 科技股的狀態 就像台灣的二三十年前 也是一樣 就是 政府在引導 我們台灣二三十年 也是政府引導 我們整個科技產業的發展 那現在中國也是一樣 因為中美貿易的關係 對 它全力扶植一些 科技產業 半導體 科技裡面的一些 關鍵名組件 只要是關鍵名組件 它就是全力 對 只要你的東西可以用 不管價格 就是買 先買中國的 對 他們有這樣子的優勢 等於說 這未來三五年來講 這些相關的產業 它的發展會非常快速 所以你現在短線的部位 大部分在路股 然後長線的部位 你在美股跟港股的部分 今天謝謝大哥來跟我們分享 希望下一次還有機會 可以邀請大哥來直播 OK 謝謝 謝謝大家 拜拜 我們再見 我們再見